这个巨大的纵目面具是人类吗 这些青铜头像明明没有表情 却好像在诉说万语千言 它们为什么会有方向盘 为什么不留下一个文字 也不留下一句遗骸 为什么这么发达的青铜文明 却没有出现在任何的历史记载中 它们真的是天外文明吗 超前的青铜冶炼技术 是否来自于更高级的文明呢 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聊聊这个 超越认知的古遗址 三星堆 故事要从1986年7月 一个炎热的夏天说起 四川广汉地区 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时 无意发现了一个人头 剥开土层之后 发现竟然是青铜的 于是立刻上报给了有关部门 考古专家进场以后 竟挖掘出了满满一坑的象牙 正在纳闷着巴蜀地区 哪来这么多大象的时候 又挖到下面 是满满的一坑青铜碎片 随着挖掘的继续开展 一个巨大的文明遗址 逐渐展现在的我们眼前 自1986年的一号坑二号坑之后 在2019年到2020年间 考古专家们又相继发现了 六个祭祀坑 伴随着大量的青铜器的出土 让专家们想不通的疑问 又接踵而来 从目前出土的三星堆 青铜器总量来看 至少需要100吨的铜矿 才能完成 而经专家考察 三星堆周围并没有铜时期开采的 商代铜矿遗址 甚至连更晚的周潮春秋时期 都没有开采过的迹象 那这100吨的铜 是从何而来的呢 就算我们解决了铜来源的问题 而三星堆出土的全世界最大型的单件青铜文物 青铜神术更像是穿越而来了 要说这青铜神术一共有6颗 而其中最大的一颗高3.96米 当时这颗神术出土的时候 一共被砸成了2479块碎片 就好像是刻意为之 专家们用了整整10年 才拼成了现在看到的样子 神术一共4层 专家说如果凑齐所有的部件 估计总高度应该在5米左右 今天我们去博物馆看到的这颗神术 你会发现它是用几根钢丝拉住的 专家们也承认 虽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来研究它 依旧不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中心 让神术立足 远古的时候 5米高的神术又是如何出力的呢 而这颗神术的铸造方法 更是令人感到不可思议 它包含了至少焊接 连接 锚接 以及套接等诸多复杂工艺 古属人甚至在青铜的冶链中 加入了磷元素来增加流动性 又增加了钙元素来提高强度 而磷元素可是1669年 才被德国科学家布朗特发现的 早在4800年前的三星堆时期 古属人已经熟练使用磷元素了 这个发现可以说是改变了历史 让科学家们都大为震撼 古属人是如何提取磷元素加入合金的呢 至今也没有找到答案 拥有如此强大的青铜器制造能力 但是却未发现一枚兵器 也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 大量的资源用于宗教或祭祀 文明却又在一夜之间消失 三星堆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形态 时隔36年的再次挖掘呢 今年三星堆的大动作 就是公布了新的6个祭祀坑 出土的近13000件文物 更是发现了一些 可以跟12号坑错坑拼接的零件 给专家们破解三星堆密码呢 提供了新的线索 让我们一起期待后续的三星堆考古进展 更多的未解之谜呢 等待人们去一一解开 这里是小小太学 关注我打卡去文波知识